各位666宿会议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觉察片 很多人都渴望让自己能够 明心见性开悟觉醒 要想觉醒 必须要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个叫觉察 第二个叫觉知 第三个叫觉悟 第四个叫觉醒 一个带着觉知活着的人 才叫做真真正的活着的人 我们很多很多人之所以会进入无名 之所以会陷入苦难 就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社会大众 推着往前走 我们完全的是无意识活着的状态 所以离觉醒非常非常的远 什么是佛陀 佛陀是已经觉醒的众生 而众生是尚未觉醒的佛陀 所有的有情众生 他都可以觉醒 就要按照周老师这个修行的步骤 周老师在我们66宿会 为了让大家觉醒 除了推出了日经进这个项目以外 那么还推出了一个日经进的进阶版 叫做觉察报告 今天有一个粉丝给周老师留言 说老师我看到的你觉察报告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也想能够觉察 觉知 觉悟 觉醒 那什么是觉察 觉察就是出离自己看自己的能力 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上帝视角 不识路山之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吃饭 当我们在经历吃饭的时候 我们是在用第一视角在经历 但是我们吃完饭以后 当我们回忆起昨天吃饭的场景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切换了第三视角 这个第三视角也就是上帝视角 只有你处理自己才能够把自己看清 这就是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那么他问周老师 你觉察报告怎么写 周老师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在这里 如果知道我们664合会的 可以直接打开我们664合公众号 找到我们的觉察报告 但是如果不知道的 可以拿笔记录一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首先第一行是输入自己的名字 第二行叫做锁领功课 我想去到的生命状态 比如说此时此刻 我想活在喜悦的状态 那我就填上喜悦这两个字 事件 描述一个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今天的一个鲜活的事件 我有没有不带批评 非常客观的去描述一个 发现事件的能力 举个例子吧 周老师所领功课 是喜悦 那么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周老师坐高铁 周老师呢 要做发型 然后里面会有发焦 当我在坐高铁的时候呢 就被这个乘务员给叫住了 在过安检的时候 他发现里面有喷雾 让我拿出来 那么我把箱子打开 拿出来 然后我告诉他说 这个是在我们规定范围之内的 因为我就是坐高铁来的 但是对方就说 不行 这个不能带 然后他这一讲 我就很生气 不但不能带 不但要给你没收 你还必须拿出你的身份证登记 而且说话巨难听 我当时就火了 但是我还是没说什么 我就把身份证拿出来 扔到了他面前 扔到他面前以后 结果他更火了 然后填完以后 把我的身份证直接摔到了我的地上 他说你刚才拿身份证扔我 我现在拿身份证扔你 给我气死了 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 大吵一架 搞了我也很生气 我就把这个事件写出来 今天去高铁站 然后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人 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把这个事件描述出来 就非常中立的把这个事件描述出来 那第三个部分叫做觉察 对自己深念处和受念处的觉察 觉察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的反应 不写与认识有关的 表现感性的部分 不写认知有关的 因为认知是我们的头脑 我们只写我们感性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感受 然后和自己的心是靠近的 然后出离那个事件回到自己 那我在觉察这一栏 我就可以写上 我当时很生气 很愤怒 身体是抖动的 特别痛苦 那想骂人 想打人 就可以把这个觉察给写上去 写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的反应 那一提两面 我看到这个事件的好的一面是什么 不好的一面是什么 把这个要写出来 因为我们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 有好就有坏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件事 它有好的一面 一定有坏的一面 那相反 有坏的一面 它一定有好的一面 那我就可以把这件事坏的一面 不用说让我很生气 那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好的一面就是 是不是这件事情来提醒我 让我来修自己的情绪呢 因为人体所有的疾病 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情绪 是情绪拉低了我们的能量 或者拉高了我们的能量 能量一旦低了以后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所有的一些都会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好事就是 我是感知到了我的情绪控制有问题 我要修自己的情绪 那么增加一个维度来看这个世界 就是对于这个事件 我还能够增加一个什么样的维度来看呢 那我马上就可以写到 那就是我根本没有掌控情绪的能力 是情绪在掌控我 而不是我在掌控情绪 情绪把我附体了 就在这个维度上写出来 那心智模式 面对这样的发生 我看到自己的心智模式是什么 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发怒 会伤心 那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因的 要找到那个因啊 那我的心智模式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很生气 我知道了 用佛家来讲 我们人生有五度 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 我是哪个东西犯了呢 就是慢 傲慢性 首先是因为 我觉得 我为什么会生气 我就在背后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写决大报告的时候 我就会反思 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厉害 我觉得我去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用最高规格的场面 来接待周老师 我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而一个小小的 这个安检处的一个员工 竟然这样的对我 其实就是让我的那个傲慢心起来了 让我的嗔痕心起来了 所有才会生气 那我就找到那个因了 我的心智模式其实就是傲慢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牛逼 那我就把这个心智模式给找到了 那下一栏叫做当下的感受 我在写这篇觉察报告的时候 我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我知道了 我还要领一个功课 那就是我要修我的傲慢心 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也是普通人 我要修我的嗔痕心 那日经经 我今天的收获体验和决定 比如说我写了这篇 我就会告诉自己 第一 我要时时刻刻的带着觉知 当我一旦起情绪的时候 我马上觉知到 我要让那个情绪滑过去 不要伤我的身 这样会伤害我的身体 影响我的能量 影响我的嗤痧 那第二 我要修自己的诚恨心 我要修自己的傲慢心 我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别人也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走 我不应该怪他 就大概吧 就是这样写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粉丝要问 所以我专门录一篇 来回答他这个问题 那么听到我们这一篇 其实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角度来去写 也可以在我们六六书会公众号里面 去找到我们的觉察报告 一进去 公众号就能看到 写日经经这个板块 因为当你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是在气头上 但是当你晚上回到家 你开始写这个觉察报告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会更了解自己 只有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怒 把那个音找到了 把那个音修没了 那未来他就不会了 当然了 我今天给大家举这个案例 其实是多年以前 大概是两三年以前的周老师 也是因为这件事 也是因为我不断的学习他报告 所以现在我已经很难有情绪 能够上我的身了 已经很难会有情绪伤害到我了 以前杨老师跟周老师吵架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对吵 两个人都很不开心 但是我带着觉知活着的时候 我能够觉察到他的情绪 当我看到他有情绪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可能 我根本就不跟他讲话 我就走了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 为什么这样 我就告诉他说 因为你被你的情绪附体了 就用我们老家话叫附体 你被你的情绪掌控了 你被魔掌控了 那根本都不是我爱人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话 当一个人起情绪的时候 你要选择走开 因为当他起情绪 你跟他在一起讲话的时候 他很容易把你的情绪也勾出来 也就是我有觉知 别人情绪的能力了 那么这个还不牛逼 最牛逼的是什么 因为这件事件 因为写这个觉察报告 我能够带着觉知的活着 我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 比如说今天有一件事 让我起情绪了 我马上能感受到我的情绪生气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小样又想上我的身 然后又让我的情绪 从我身边划过去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哇 我可以每天都活得很开心 此时此刻 周老师不敢说 我没有情绪了 我只能说很少了 可能以前 比如说 这个一天 可能会发作十次 那现在的话 可能十天 才会有一件事 我没有忍住发一次 然后或者说 有很多这样的人 因为一件事 让自己起情绪了 因为这个情绪 他怨了这个人一辈子 他一辈子都没有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 那甚至到最后得了抑郁症 甚至自杀 那有一些人可能 因为一件事 让他起情绪了 他可能伤心了半年 伤心了一年 那有些人可能伤心了一天 那周老师可以做到 我伤心个一分钟 我现在可以做到伤心一分钟 这件事就能过去 这就是觉察报告 带给我的好处 你想想 当一个人没有情绪的时候 当一个人可以活在喜悦 平和那种状态的时候 那个的世界 那简直就是天堂 那简直就是极乐 太美了 这就是写觉察报告 带给我的东西 也希望更多的人 加入日经济 加入觉察报告 让自己每天带着 觉知和觉察的活着 真的 只有这样才叫做活着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对你有帮助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莽 我 伤心